为什么你要坐这里 你是不是没有写你的名字啊 其实你要坐这里 为什么 因为不是没有位置可以坐 高捷车厢内站着的长辈要求 坐在博爱座的年轻难乘客 一到旁边位置上 双方爆发口角冲突 是长辈 长辈有位置可以坐啊 没叫你站着 有位置让你坐你就坐 双方为了博爱座 让座问题口角 也有乘客通报 有人争执 高捷站长到场了解时 两人已经各自被带开 不过这博爱座 设置时有限定谁能坐吗 设置博爱座是以 理让老弱妇孺为优先 但其实有需求的人都可以坐 发生争吵当下 车厢内还有其他的座位 到底年轻乘客 该不该把博爱座让出来 引起大家讨论 应该你要尊重老人 他脚体力一定摔 摔退了 摔退了嘛 要让他坐一下 不用这样坚持 有空坐就好了 让他坐 我让他坐吧 我坐旁边就好了 博爱座就是有需要的人就可以坐 对 就是可能他身体不舒服 也不一定是要指老人 高捷的博爱座一个车厢内 约有六个 和一般座位颜色相同都是绿色 只是会在上方标示 博爱座都是靠近车门 而其实优先礼让并没有强制 也不是只有老人家能坐 车厢内因为让座问题 让年轻乘客跟长辈发生纠纷 也引起网路上正反两极的讨论 三顺天区大口不先高雄报道